大家好,我是Trisha 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 卫生现代,风驰电制 在今个星期四晚 2021亚洲联赛冠军杯分组赛 有几场好戏上演 其中F组的卫生现代会对电讯提供 双方实力懸殊 相信卫生现代今章击败电讯提供 应该是没什么难度 说回 卫生现代是今届亚洲联赛冠军杯F组里 可以说是实力最强的一队 无论是卡瓦 电讯提供或是巴吞联 都是比他们的实力至少低一个档次 此时亦证明 卫生现代面对以上三个对手蝕后 都能够轻松取胜 前四轮分组赛打完 球队全部取胜的同时 总共攻入8球 而只是失1球 攻防两面演出都非常出色 另外 由于实力差距过大 卫生现代都踢得非常轻松 上将再战卡瓦 他们排出的正选11人 与前仗相比更换了其中9个人 但在中前场金敏进开场只31分钟 就被罚离场的情况下 中场的稳比嘉林上下半场割入1球 助球队10打11 最终仍以2比1获胜 由此可见 卫生现代实力强滑 目前四战全胜 拿足12分的卫生现代 领先排名次席的巴吞联3分 球队出线前景一片光明 所以说心态放松的卫生现代 金仗应该可以轻松地击败电讯体攻 由于今届增加了参赛队伍 就像卡瓦、电讯体攻 以及巴吞联这些之前 基本上不可能出现在瓦冠舞台的球队 亦获得了参加瓦冠杯的机会 但竞技体育主要还是要讲实力 以电讯体攻为例 作为越南最成功的球队 他们创纪录 赢得了20次全国冠军 但来到阿冠 其实没什么作为 因为电讯体攻来到阿冠的赛场 就像一个小朋友 在前四轮分造赛 电讯体攻只是赢过实力最弱的卡瓦 面对巴吞联和韦山现代坤 以失利告终 近两仗接连和巴吞联交手 电讯体攻不单是全部输球 而且一场失两球 一场失三球 球队的后防线表现 实在很难令人满意 四章只得到三分的电讯体攻 不单是已经 早早没有了争夺小组 手名出线的可能 而且连最佳成绩第二名 都已经无希望了 实际上球队已经无缘 晋级16强 由此一来 电讯体攻或者会换一换他们的阵容 给一些之前没上过场的青年球员出场 为球队的未来做打算 喜欢这条片的话 记得给like 还有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再share给你的朋友看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